修罗武神 第六千九十九章 非杀不可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当酒店大师带着楚风与王强离开后 吉莫千周似乎也有所察觉 他也不再针对楚风和酒店大师说话 而是派人先将百里子灵带下去之后 他将目光投向在场的众人 诸位 其实无论楚风身后有谁撑腰 与今日一战都关系不大 先前故意挑明是酒店大师保护着楚风 只是个人不喜欢他这种行为 毕竟身为九天之巅之主 本当光明磊落 如今却鬼鬼祟祟 实在不改 至于今日一战 我玉宗确实是败了 我们承认这一点 不得不承认 楚风确实厉害 虽说其自身修为还受限制 但却能够获取那样厉害的戒灵 不管他是怎么做到的 但那也确实是他的本事 寂寞千周画中有画 表面上看 是承认楚风厉害 实际上却在暗逢楚风 不过是靠着戒灵 才赢的 至于那戒灵是怎么获取的 那就不得而知了 至于子灵少爷 他确实修炼的方法较为特殊 想必关于我玉宗的玉英 诸位早就有所耳闻 玉英的修炼方法 确实与正常不同 而子灵少爷的修炼方法 则是更为高深的一种 但也只是看上去吓人 而并非是邪门歪道 我可以保证 子灵那只是手段 而绝非将其他天才 活生生地练花 当然 可能很多人不会相信 就像是我玉宗 在修武天才体内中下玉英 明明是为了天才的未来好 可仍有很多人无法理解 觉得我们是邪门歪道 可事实上就是 那些被中下玉英的天才们 年纪到了之后 都被收入我玉宗麾下 他们的家人 也是得到了妥善的安排 我知道我今日说了 大家也仍然不信 可我却觉得 我有必要向大家解释清楚 信不信是大家的事 但该解释 我还是要解释 其实一直以来 我玉宗所做的事 都是为了造福天下 只是手段极端 不受大家认可 但要不了多久 有一件事情 将会公布于天下 那个时候 你们便会相信 我玉宗才是这浩瀚修武界 真正的守护者 接下来 吉莫千周花费大量口舌 无非就是想洗刷百里子灵 以及玉宗不好的看法 一位天神静强者 哪怕在修武者眼中 那也几乎与神无异 当吉莫千周这等存在 客客气气 如此耐心地 与众人讲述这些知识 一些人竟真的开始相信 吉莫千周的鬼话 毕竟他们的认知中 这种存在无需解释 尤其是坏人的情况下 而吉莫千周之所以愿意解释 他们便觉得 他自然不是坏人 也许真的是他们误会了玉宗 之后 吉莫千周以感谢大家 今日前来捧场为由 居然派人分发下去 大量修炼资源 虽然真正的作用不大 但是市面上很难看到 确实乃稀少之物 就算没那么贵重 但奈何在场的人多呀 不管怎么想 这也确实是一波大手笔 这更是赚到了一波口碑 而在玉宗之人 分发修炼资源的时候 吉莫千周也是离开此地 前往那座藏于地底深处的大殿 可途中 却遇到了一伙古派的人马 拦住去路 为首之人 正是古派的云傲 陈辉也在其身后 云傲大人 有事 吉莫千周问 吉莫千周 刚刚那些话 偏偏外人也就算了 难道连我等一想骗吗 白李子玲那手段 可并非我玉宗的手段 而是真正的邪门歪道 白李子玲天赋不弱 正常修炼未来本就不可限量 何必如此急功近利 修炼如此不堪的手段 云傲宁声质问 云傲大人 是来兴师问罪的吗 这件事 带得子玲少爷父亲出关 自然会给所有人一个满意的交代 但在此之前 我接到的任务是 保护好子玲少爷 若是云傲大人想要兴师问罪 那便不要怪晚辈冒犯了 吉莫千周语气尊敬 可却又态度强硬 那个架势 就算大战一场 也绝对不可能让云傲惩罚白李子玲 老夫只是给你提个醒 玉宗内战这种事 老夫承担不起 但你记住 我古怕有人能够承担内战 带得大人们出关 这件事 是必须要有一个交代的 话到此处 云傲便到这陈辉离开 至于吉莫千周 他显然早有准备 所以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而是直接踏入那座宫殿 刚踏入大殿 他便听到了白李子玲的 凄惨无比的哀嚎 靠近之后发现 白李子玲躺握在 疗伤大阵之中 而催动这座疗伤大阵的 乃是一个身穿白袍 将自己包裹得 严严实实的戒灵师 这位戒灵师 与吉莫千周 乃是老相识 当时去抓捕仙海鱼儿 也是他出力较多 刚刚 吉莫千周之所以知道 是九巅大师 暗中帮助楚风 也绝非是胡乱猜测 正是这位神秘的戒灵师 暗中施展手段 在九巅大师 将楚风他们 传送入九天之巅时 才发现了九天之巅 正应清楚此人实力 哪怕吉莫千周 面对这位戒灵师 向来也是颇为尊敬 只是眼下 在这位神秘白袍人的 阵法之下 白李子灵的身躯 竟然无法还原 依旧是四分五裂的状态 也难怪白李子灵的哀嚎 丝毫不减了 大师 怎么回事啊 就连你也一致不好吗 吉莫千周询问 那只戒灵的手段很诡异 有一种捉摸不透的力量 子灵少爷 确实是要吃一些苦头了 不过不要担心 我观察过了 时间久了 这力量便会消散 到时自然可以慢慢恢复 神秘白袍人说道 可此话刚出 白李子灵便在哀嚎的同时 怒声大骂 什么 还要让我承受这种痛楚吗 减缓疼痛这种小事 你都做不到 你这没用的东西 我们御宗花钱养你有何用处 然而 白李子灵此话一出 那位神秘白袍人 一道冷烈的目光便投向白李子灵 你搞清楚 我与你御宗乃是合作 我并非是你御宗的狗 白李子灵疼痛难忍 怒火中烧 自然也顾不得那么多 继续破口大骂 倒是吉莫千周 赶忙将那神秘白袍人 拉到了一旁 大师 子灵少爷疼痛难忍 已失去理智 你理解理解 也想想办法 说话间 吉莫千周竟取出一个乾坤袋 递向了神秘白袍人 神秘白袍人 也是顺势接下 随后掌心一番 一个玉瓶浮现 而瓶身之上 竟写着七界圣府四个字 将他洒入阵法之中 能缓解伤痛 但无法彻底缓解 见状 吉莫千周赶忙照做 只是白李子灵的哀嚎 并未减弱 大师 您看这吉莫千周投来求助的眼神 神秘白袍人 眼见那瓶内的力量都是无用 便没再言语 而是抬头 望向楚风等人离去的方向 脱口而出 世间竟有如此厉害的戒铃 楚风 看来是非杀你不可 本章完